追随好奇心 探索宇宙奥秘 浩瀚的宇宙中 我们是否真的孤身一人 这是一个困扰人类数百年的永恒问题 英国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曾说过 宇宙中我们既有孤身一人 还是并非如此 这两种可能性都同样令人感到恐惧 如果宇宙中只有我们 那么地球就仿佛是一片 漂泊在无尽飞烟中的孤岛 我们的存在显得如此渺小和孤独 而如果宇宙中存在着其他文明 那么它们又会是什么样子 它们会对我们友好吗 宇宙浩瀚无垠 拥有着难以想象的古老和神秘 银河系只是宇宙中亿万的星系之一 其中包含着数千亿颗恒星 而围绕着这些恒星旋转的 又有着无数的行星 在这些星球上 曾经诞生过多少文明 它们是否也曾抬头仰望星空 面对着同样的疑问 我们是孤单的吗 地球是生命故事的唯一篇章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 或许就埋藏在遥远的宇宙 和时间长河之中 如今 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 我们第一次拥有了 解开这个谜题的机会 通过发射探测器 搜寻地外信号等方式 我们正在不断探索宇宙的奥秘 寻找外星生命的踪迹 这场探索之旅 不仅将揭示我们是谁 来自何方 更将决定 我们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存在 在寻找外星生命的同时 我们也在探索自身 我们周围的一切 都呈现出令人惊叹的复杂性 从微观的原子到宏观的星系 无不蕴含着无尽的奥秘 让人如痴如醉 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 生命是如何诞生的 这些问题的答案 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宇宙 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 活着的生物体 是宇宙中最神奇的存在之一 它们拥有着复杂精密的结构 能够生长 繁殖 进化 并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 然而 这些神奇的生命 却都是由简单的化学反应创造的 我们人类本身 也只是巨大的化学物质集合体 由数十亿个原子组成 并在体内进行着无数的化学反应 那么 什么样的环境 最适合化学反应创造生命呢 首先 你需要能量 能量可以来自阳光 地月等 但也不能太多 否则会破坏化学反应所需的条件 行星恰好满足这个条件 它们套进恒星 能够获得足够的能量 但又不至于太极而被灼热 太远而冰封 此外 你还需要丰富的化学元素 生命的基本构成元素包括氧 碳 氢 氮 氮 氮 氯 这些元素 这些元素在地球上都很常见 为生命起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最后 液体也是必不可少的 液体能够溶解各种化学物质 使它们能够自由移动 并相互反应 水是地球上最常见的液体 也是生命耐以生存的环境 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地球上的化学环境 推测了生命起源的可能过程 他们认为 在早期地球上 存在着一个原始汤 其中包含了各种化学物质 在适当的能量和环境条件下 这些化学物质发生了化学反应 逐渐形成了简单的生命体 生命的起源 如同一个迷人的谜题 至今人未挤开 然而 生命的配方 却出乎意料地简单 能量 有机分子和液态水 育育了生命的最初火花 或许就发生在地球早期的海洋中 在那里 无机物悄然转变为有机物 化学反应逐渐演化为生物过程 高温火山 曾经被认为是生命禁区 然而 低的细胞 却很可能诞生于此 在极端环境的魔力下 生命展现出惊人的任性 沙漠的酷热 喜马拉雅的严寒 深海的幽暗 太空的真空 都没有阻挡生命顽强生长的脚步 无氧环境下 生命也能找到生存之道 最新研究表明 生命可能在四十亿年前 就已经出现了 必时 地球正遭受着剧烈的火山爆发 和持续一亿年的小行星撞击 然而 生命却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 找到了生存的缝隙 地球生命演化的证据表明 生命似乎在地球形成冷却后 不久就迅速出现了 这一发现 也为其他星球 寓意生命的可能性 提供了佐证 地球的生命使需 为我们揭示了 宇宙中可能存在 普遍生命现象的秘密 它告诉我们 生命可能行动迅速 顽强 并由常见的基本成分构成 数十一年的孤独旅程之后 我们寻找宇宙同胞的脚步 终于买出 富含液态水的内地行星 是郁郁生命的最佳场所 因此 寻找这样的天体 成为我们的首要目标 内地行星的探索刚刚开始 但已经取得了一些 引人注目的成果 开普勒62f 距离1200光年 大小 地球的1.4倍 温度 大于等于-60摄氏度 年龄 约70亿年 可能性 存在水体 Trapist-ED 距离41光年 大小 地球的0.77倍 年龄 约75亿年 温度 大于等于-6摄氏度 可能性 存在水体 Tea Garden B 距离12光年 大小 地球的1.07倍 年龄 80亿年 最低温度 大于等于-6摄氏度 可能性 存在水体 K2 18B 距离111光年 大小 地球的2.7倍 温度 零下73摄氏度 至零下82摄氏度 发现 确认拥有大气水蒸气 我们的探索 才刚刚开始 大自然的奥秘 无穷无尽 银河系 这片浩瀚的星海 运藏着无尽的可能性 它充满了水 也富含有机分子 并具备复杂的化学反应 所有我们认为 地球上生命诞生的必要条件 在整个银河系中 都广泛存在 其他星球上 是否也发生了 类似于地球上的 生命起源过程呢 根据现有数据分析 外星生命的出现 似乎极有可能 最新研究表明 高达四分之一的恒星 都拥有位于 一巨带的岩石行星 即适合液态水存在的区域 仅在我们的银河系中 就大约有五百亿个 像地球一样的星球 整个宇宙中 是一居住的星球数量 令人惊叹 一百兆 零零零零零零 想象一下 每个闪光点 都代表一个 类似地球的星球 想要查看 所有这些星球 你将需要观看 这个动画 超过十一年 每个星球 都拥有像地球一样 悠久而独特的历史 数以万亿计的 化学物质混合物 经过漫长的时间演化 孕育出无限的可能性 在可观测宇宙中 与地球质量相似的 适合生命居住的 行星数量 比地球所有海滩上的 沙里还多 在浩瀚的宇宙中 虽然适宜居住的 星球数量令人惊叹 但并非所有星球 都适合生命存在 许多位于一居带的行星 可能存在着对生命 致命的威胁 高温灼烤 冰封严寒 有毒气体的窒息 此外 许多行星可能没有 围续生命 必要的是一大气层 或者拥有致命的大气层 金星曾经被认为 可能支持生命 但现在已被其厚重 有毒的大气层 所掩免 然而 生命存在的可能性 可能并不仅限于一居带 远离恒星的温暖 巨型气体行星的卫星 也可能成为生命的 隐藏庇护所 它们获取能量的方式 不是来自恒星光照 而是来自引力 宿主行星的 持续拉扯和推动 一些拥有丰富的条件的 冰冷卫星 可能郁郁着生命 图威二 拥有庞大的地下海洋 以及喷涌着生命要素的 热液喷口 图威六令人着迷 气体积比水星还大 表面散布着甲王湖泊 和有机化核物 人类正在积极探索 太阳系内的其他天体 寻找生命迹象 2026年 美国宇航局 计划向土威六 派出一架无人机 在它的峡谷和环形山 寻找生命迹象 在茫茫宇宙中 仅在我们的银河系中 可能最有一百万一颗 细外卫星 这是行星数量的一百倍 其中一些 甚至可能有地球大小 并拥有大气层和地表水 面对如此广固的探索空间 我们充满希望 既然有这么多 可能存在生命的地方 我们发现 它的时间 似乎只是迟早的问题 1976年6月30日 火星探测器海盗号 在执行一校实验时 发现了一些 至今无法解释的现象 像火星土壤样本 注入营养物质后 样本释放出 与地球土壤 类似的特征性放射性气体 这是自然现象 还是我们第一次 与火星生物接触 这个发现 引发了 关于火星生命存在的 激烈争论 如果我们能够在火星 或其他太阳系天体上 发现一个细菌 这将意味着宇宙演化 化学反应和生物进化 等整个链条 在所有地方都在发生 生命在宇宙任何地方 出现的可能性 可能突变高于 我们预想的特殊性 如果我们还会发现 外星生命 那么可能很快就会突破 美国宇航局科学家们认为 我们正处于发现 外星生命的边缘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 有生之年 我们将更加理解 太阳系其他天体上 是否存在生命的可能性 理解这一发现 对地球生命演化的影响 发现围绕其他 恒星的行星 并能够声称 我们在它们的层中 看到了潜在的一具迹象 所有这些 都将在未来 10到20年内发生 想想这些 真是令人激动 我们正接近解答 人类几百年来 一直思索的问题 宇宙中只有我们吗 我们将很快找到答案 如果我们在其他地方 发现生命 我们将如何认识自我 那么 地球在生命演进的历史中 处于什么阶段呢 宇宙年龄 接近140亿年 银河系大约有 120亿年的历史 因此 其他地方可能存在 比地球生命 更先进的生命形式 地球是宇宙舞台上的 后来者吗 生命究竟可以有多古了 距今十万年 一百万年 五百万年 直到138亿年前 碰宇宙发生了大爆炸 宇宙诞生后的几百万年间 环境对我们已知的 生命形式来说 过于酷热 当时的温度高到 足以瞬间蒸发人类 当温度最终降到 适宜生命存在时 宇宙中还没有 恒星和行星 只有巨大的 氢气云团存在 生命的起源 仍然是一个谜团 是化学反应的 偶然产物 还是来自其他星球 我们对宇宙的探索 才刚刚开始 经过七千万年后 引力开始作用于 这些云团 并将它们旋转成 第一代恒星 这些恒星体积庞大 亮度惊人 但当时并没有生命 能够见证它们的诞生 我们所认知的重元素 仍在它们高温的 恒星核心内形成 即使是宇宙大爆炸 产生的温度 也不足以制造它们 宇宙大爆炸 仅产生了氢 氦和少量的元素 而构成我们生活 所必须的其他元素 例如碳 氧和铁 并不是宇宙大爆炸 直接创造的 它们只会在 恒星炙热的 核心内部形成 而这些元素 能进入我们的身体 是因为恒星发生 超新星爆炸 将它们释放到了 宇宙空间中 第一代中型恒星的 爆炸性死亡 为宇宙 拨散了生命所需的元素 从它们的灰烬中 诞生了第二代恒星 这一次 它们周围环绕着 研制行星 这就是生命诞生的 关键时刻 大约在137亿年前 构成生命的原始元素 首次聚合在一起 有些人认为 在宇宙诞生的 温暖与灰中 生命所需的条件 甚至更早就存在了 随着宇宙大爆炸 产生的热量 逐渐消散 宇宙进入一个 适宜生命存在的阶段 大约在大爆炸后 1500万年 周围环境温度 达到舒适宜人的 24摄氏度 数百万年间 宇宙各处的温度 都温暖一人 就像地球上 永无止境的夏天一样 根据理论 恒星和行星 可能在大爆炸早期 就形成了 例如 在假设存在的 高密度空间区域中 如果这样的区域存在 即使远离 恒星的流浪行星上 液态水 也可能大量存在 这可能是 生命的曙光吗 外星生物 是否利用了 大爆炸的余热生存 宇宙的某个地方 可能存在一个 与宇宙本身 几乎一样古老的 拥有生命的星球 如果生命 拥有一百亿年的 发展优势 宇宙中 可能存在 最强大的生命形式 尽管我们进行了 数十年的搜索 但目前没有任何 确切证据证明 外星生命的真实存在 无论是智慧生命 还是其他形式 那么 其他人都在哪里 我们真的可能孤单吗 也许原始生命很普遍 但只能生命极其罕见 也许宇宙太浩瀚 以至于文明之间 难以实现交流 或者 我们可能是宇宙中 第一个智慧生命 我们有可能只是 浩瀚生命实时中的 开天章吗 据科学家估计 宇宙仍处于发展初期 绝大多数行星 尚未形成 生命所需的元素 也将在未来100兆年内 继续有化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其实正处于 宇宙生命的早期阶段 就像生命交响乐中 开篇的神旅 大约51年后 我们的太阳将耗尽燃料 变成一颗红巨星 吞噬掉内侧的几颗行星 届时 地球将不复存在 但宇宙仍会继续存在 并可能寓意出新的生命 红矮星能够存活 长达数千亿年 甚至更久 能为其行星 提供几百上千亿年的 恒星照射 在这些长久的时间尺度上 生命出现的可能性更高 因为环境能够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 保持稳定 居住在这些恒星附近的 任何生物体 都必须应对 可能导致灭绝的 剧烈太阳要斑 许多这样的行星 都会被潮汐否定 因为永远暴露在阳光下 另一面 则永远处于非暗之中 但正如地球所展示的那样 生命具有令人惊叹的适应性 当生命拥有 数万一年的进化时间时 它会演变成何种形式 总有一天 生命的历程将会结束 如果我们真的是 这个故事的第一章 我们就有机会 将生命的火炬 传递到遥远的未来 如果生命 真的能在遥远的未来延续 那么我们此刻 正处于一个 极为幸运的时刻 未来的宇宙 将与现在大不相同 广阔的时空膨胀 会让遥远的星星消失不见 原本繁星点点的夜空 将陷入永恒的黑暗 或许 未来的人们会对宇宙 曾经璀璨的早期状态 充满好奇 他们也许会问 生活在那样的宇宙里 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而我们 是少数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人 因为只需抬头仰望 我们便能感受到宇宙曾经的辉煌 面对浩瀚宇宙 我们又该如何寻找外星生命呢 这是一个困扰人类已久的难题 幸运的是 宇宙遵循着固有的规律 无论外星生命如何奇特 他们都无法逾越 这个宇宙的物理和化学法则 特定的外星环境 也会限制生命形态的演化 尽管存在这些限制 但潜在的可能性仍然超出想象 宇宙中树以照际的行星 就像一个个独特的化学反应器 经历着各自复杂的演化 为了探索外星生命 我们将建立一个外星生命博物馆 分为两大展区 第一展区 与我们相似的生命 这里展示与我们拥有 相似生物化学特性的生物 它们或许具备类似的 DNA结构和代谢过程 第二展区 颠覆认知的生命 这里展示挑战我们对生命定义的生物 它们可能采用完全不同的生命形式 和物质基础 但在深入探索未知之前 我们必须扪心自问 外星生命真的会与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同吗 也许 这个博物馆里所有的生物 都存在着某种共通点 就像我们的线索 碳元素一样 碳元素无处不在 它是宇宙中最常见的元素之一 并且具备一种独特的优势 能够形成大型且稳定的分子结构 不同于大多数元素 碳可以与其他元素形成四件 同时也可以和自己连接成 稳定而常联的结构 进而创造出庞大复杂的分子 正是这种多功能性 使碳成为了生命分子机器的核心 更令人惊喜的是 地球上生命体所使用的碳化核物 在遥远的太空也被发现过 它们依附于陨石之上 或是漂浮在星际尘埃云中 这些生命构建的积木 像宇宙中的雪花一样飘散着 如果外星生命选择其他碳化核物 作为其生物化学基础 它们可供选择的种类 就数不胜数了 科学家最近发现 锦碳元素构成的DNA替代方案 就超过一百万种 如果我们真的发现 其他以碳为基础的生命形式 那么我们将在本局上是相关的 它们将是我们的宇宙兄弟姐妹 但它们会和我们 有任何相似之处吗 如果它们来自类似地球的星球 那么除了生物化学外 我们可能还会拥有更多共同点 在其他星球上 如果存在生命 它们会是什么样子 会像地球上的生物一样 还是截然不同 一些观点认为 如果其他星球的环境 与地球相似 那么根据趋同进化的理论 我们可能会看到 非常相似的生命形态 比如看起来很熟悉的动物和植物 在地球上 视力 回升定位 飞行等功能 都曾多次在不同物种中 独立演化 这种趋同进化的过程 也可能发生在 类似地球的星球上 那里的生物 面临着相似的环境压力 虽然不一定成真 但宇宙中 可能存在某些生命 朋友的特征 这如同进化史上的金曲 在不同角落反复演奏 当然 每个特征 都会适应其所在的环境 例如 光线昏暗的星球上 生物可能进化出大眼睛 以吸收更多光线 就像地球上的夜行动物一样 有人甚至大胆推测 其他星球 会存在与人类相似的生物 人形态的外星生命 然而 逃遇到造就人类的漫长演化过程 和复杂时间列 类似人类的生物体 出现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 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 即使每百万一个类地星球中 具有一个郁郁了 类似人类的生物体 那么宇宙浩瀚 说不定也存在着 成千少万种 与我们相似的生命 趋同进化现象 同样常见于植物界 比如 C光合作用 就独立演化了超过40次 外星植物 会和地球上的植物一样吗 还是会是完全不同的形态 地球上的植物之所以呈现绿色 是因为它们 吸收了太阳光土中 其他波长的光 然而 恒星的颜色千差万别 外星植物会演化出不同的色素 来适应各自独特的光土 感谢观看